- 上阿露 - 根比亞 - 麥麥拿諾 - 佔拉斯 - 改一札 - 洛家 - 塞一哲人 - 初立CEO 有夢的創業者 各個都是CEO 我是塞運農民尤以德 - 歡迎收看初立CEO - 炎炎夏日你也想去海邊玩水嗎? - 台灣擁有發展水上活動的絕佳資源 - 舉凡衝浪、SUP和浮潛等海洋運動 - 都讓人迫不及待想衝到海邊 - 這樣的水上娛樂產業也同時吸引到 - 許多熱愛戶外活動的青年創業家 - 今天的主角憑藉自己對運動的熱情 - 選擇以南台灣作為夢想起點 - 雖然他常說自己的創業不成功 -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 讓我們先透過鏡頭來認識這位海上的CEO - 來自台東東河部落的阿美族 - 一度李維教練 - 非常熱愛水上活動 - 三年前以墾丁為起點 - 創立了去海邊達拉里亞衝浪店 - 提供衝浪、SUP和獨木舟等水上活動體驗服務 - 就是我在當兵的時候 - 因為我是海巡的 - 那個時候我都有去做潛水 - 我潛水也拿到救援 - 然後還有動力小船 - 這種的 - 其實都陸續拿到 - 然後一直到退伍之後 - 才做水上活動 -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學衝浪、SUP - 或者是滑板、獨木舟之類的 - 做水上活動 - 所以你要取得專業的教練證 - 所以才會去考海洋的一些法規 - 它有所限制 - 然後會想說又要... - 自己又想玩 - 然後才出來外面開始重新學習 - 水上活動這件事情 - 對,然後就是從... - 也是從興趣開始慢慢培養到 - 自己的專業的知識 - 這邊有木頭的SUP的板子 - 泡棉的SUP的板子 - 跟充氣式的 - 客人的需求的不同 - 然後給他們不一樣的使用的 - 装備 - 台東的朋友嘛 - 就阿夫 - 他們來 - 他跟他老婆來 - 然後那個時候 - 我還在墾丁大街 - 做調酒 - 自己的公司在調酒 - 當法天德這樣子 - 然後我們就在晚上那邊 - 坐在沙發 - 聊天啊 - 看前面的人這樣子 - 然後那個時候 - 我們就有一個想法是說 - 墾丁這邊一個晚上的人流量 - 就比一年東河的人流量 - 可能還要多 - 對 - 然後後來想說 - 就還是在這邊開好了 - 對 - 因為其實比較單純的想法 - 是我自己想的 - 就是說 - 如果你在這個一級戰區裡 - 都沒有辦法存活的話 - 你去那個地方 - 其實都一樣 - 你也沒辦法活 - 因為你沒有找到 - 一定的那個生活的模式 - 就是經營的模式 - 然後我們在這邊是做模式 - 把他帶回去台東 - 那可能回去台東之後 - 可能會有一些衝突 - 因為家鄉的人 - 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 這些比較新的觀念 - 因為停這邊那個椅子會掉下來 - 好 - 好 - 接不遠了 很近了 - 帶水上SUP就是 - 他的認真就是會 - 就是好 - 是 - 他講話就是會 - 好 你幫我這樣 - 怎樣怎樣怎樣 - 然後教學生 - 就是也滿有熱忱的 - 對 - 就是你會很少看到 - 就是當教練水上業者 - 然後就是他在講話的 - 態度啊 語調 - 都是保持微笑 - 然後保持笑容 - 就是還滿專業的 - 然後講解也很怕 - 學生就是會 - 就是以安全的問題為第一 - 然後在水上活動 - 也都是不特的這樣 - 畢竟我們做水上活動 - 它還是服務業 - 我不會把我自己當成 - 很厲害的教練 - 其實心態不是這樣子的 - 就是客人來玩 - 他們是要取得不一樣的收穫 - 有些客人他是需要 - 只需要美拍 - 網美啊 - 他只需要你有很漂亮的照片 - 有些事他是真的是要來學 - 那有些事要帶小朋友來練 - 你必須要知道這一組客人 - 他的目的性是什麼 - 然後我們給他相對應的東西 - 那給他相對應的東西 - 他就會覺得很合適 - 他就會覺得 - 你這個教練很貼心 - 然後安全也注意到了 - 除了活動的方式內容也注意到了 - 就是說他們下次來的時候 - 他還是會找你 - 做水上活動 - 除了是自己的興趣與愛好之外 - 個性謙遜的理維教練 - 也不斷學習進修 - 提升自己的專業度 - 一切都是為了提供顧客 - 最好最安全的服務 - 做人如果沒夢想 - 那跟鹹魚有什麼分別 - 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CEO - 請跟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 大家好,我叫郭峰鴻 - 主語叫吉凍 -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李唯 - 這樣子就好了 - 歡迎 - 為什麼是李唯 - 因為以前 - 年輕的時候 - 很像電影明星激怒李唯這件事情 - 這麼誠懇地講述這段歷史 - 對,以前 - 那我們知道李唯叫李唯 - 是來自台東東河鄉的阿美族人 - 那想要請問 - 是不是因為東河鄉這個漂亮的海水 - 然後讓你從小就愛上水上活動 - 是啊,是 - 對 - 小時候在水邊長大嗎 - 對,我記得第一次學會游泳 - 其實不是學 - 就是親戚舅舅把我丟到海裡去 - 就會游泳了 - 其實這樣不是很好 - 可是好險是那個時候 - 體能狀況都還不錯 - 還不錯啦 - 鐵的訓練 - 對,我們知道其實李唯教練 - 他運動神經非常發達 - 在求學時期其實曾經想要 - 邁向選手之路嗎 - 能不能跟我們談談 - 小時候的成長經驗 - OK,就是國中的時候是練柔道 - 對,就是從國中開始練習 - 然後到高中、大學的專場 - 都一樣是柔道這樣子 - 是,所以後來升學的路上 - 也希望自己讀體育科系嗎 - 對,夢想學的路上 - 以前的夢想是要當一個體育老師 - 然後有發現很多學長、學姐 - 他們就是還在走教職的路線 - 然後感覺很像不是那麼穩定了 - 對,所以後來才想說要換跑道 - 轉職業 - 所以您畢業之後 - 就毅然決然地放棄走這條路嗎 - 對,因為想說 - 因為畢竟還是要自己在外面生活 - 然後覺得軍職是比較穩定的工作 - 從軍 - 對,就去當兵這樣子 - 爸爸媽媽應該覺得很穩定吧 - 對,家裡人會覺得比較穩定 - 也不想讓家裡人太煩惱 - 是,那怎麼會想說要離開呢 - 覺得其實應該是人生的一個工作的階段性完成 - 就是有點像當選手 - 就是在練體育的過程 - 也是練了十幾年嘛 - 也差不多,覺得自己年紀也差不多了 - 應該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 然後也做了十幾年,也差不多了 - 再接下來要為自己去奮鬥 - 自己的事業,這樣子 - 這個決定要為自己去奮鬥 - 那那時候做了什麼樣的準備呢 - 那個時候剛退伍的時候 - 是在竹南,苗栗竹南的一個spot俱樂部 - 那邊上班了 - 然後去跟老闆學習怎麼去做行銷 - 這樣子,然後學習怎麼去教學 - 教學很重要 - 因為老闆算是您的貴人嗎 - 是,是 - 其實跟在他身邊的那段期間 - 學到了非常多東西對不對 - 對,那個時候其實在他身邊的時間 - 沒有很久了 - 在那邊工作的時間不久 - 我覺得除了說是專業技能的學習之外 - 或是如何推銷 - 你覺得從這位貴人身上 - 你學到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 分享吧 - 分享 - 就很單純的,很真實的分享 - 當時的李維教練只是一位職員 - 但是他還是願意慷慨跟你講很多的事情 - 對啊,對 - 那在這麼寶貴的一個經驗底下 - 後來為什麼會想說 - 要來到墾丁 -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緣呢 - 這個其實也是因緣際會 - 對,然後剛好朋友在墾丁那邊 - 就是做飯店 - 然後他的一樓有一個空間 - 可以賣餐 - 然後就跟朋友一起去做餐飲這件事情 - 那個時候是不是有分 - 早上跟下午還有晚上 - 你就做不同的功能 - 對,那個時候是早上做早午餐 - 然後下午帶水上活動 - 然後晚上再去- 我已經困了 - 再去推攤出去當企業 - 就是自己調酒 - 李維教練一天也是24小時嗎 - 超過 - 其實在真正開始創業之前 - 一定經歷過許多的經驗 - 對 - 真正開始創業的時候 - 大概是什麼樣的年份跟契機 - 大概準備了三年吧 - 三年的時間 - 然後剛好也是碰到圓民會的百萬 - 那個計劃 - 是 - 然後覺得準備了差不多時間 - 可以試看看 - 給自己一個機會試看看 - 去報名看看 - 這樣子 - 也 - 圓民會也輔導我們 - 怎麼去成功地去成立公司 - 是 - 然後去開店 - 有時候想要創業其實需要受到 - 很多人的幫助對不對 - 之前的貴人或是圓民會 - 然後還有在墾丁開餐廳的這個老闆 - 那實際我們在拿到這個 - 百萬的創業基金之後 - 我相信一定跟您本來 - 預想中有所落差 - 可能跟您寫的企劃會有落差 - 比較大的困境是什麼 - 可能就是收入不是很固定 -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接個案 - 那如果沒有接到單 - 我們就沒有活動可以辦 - 那當然也沒有收入 - 那其實最主要的應該是說 - 自己的產品的行銷 - 就是比如說網路什麼的這樣子 - 還是要再加強再改進 - 很好奇如果說從自己的興趣 - 然後變成自己的職業 - 甚至成為了一位公司負責人 - 這中間心境是有其實非常大的轉換 -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這個感受 - 玩就可能就是自己玩開心就好了 - 可是如果你開店的話 - 你變成要帶人家去玩這件事情 - 當然要注意的東西就不一樣 - 比如說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 然後還有你的活動的流程 - 還有給顧客最好的回饋這樣子 - 或者是他能帶走什麼東西 - 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 - 做這些事情有消磨你的熱情嗎 - 有 真的 - 因為我們日出是五點嘛 - 大概四點就要起來 - 然後開始準備 - 然後有去年夏天的時候 - 一天大概接五場 - 就從早上五點 - 好累喔 有其他人幫忙嗎 - 有 那個時候有一些教練跟小幫手 - 來幫忙 - 要不然一個人做不完 - 然後我們最後一場大概結束的時候 - 是六點半 - 然後要回去收裝備 - 晚上六點半 - 對啊 夕陽團 - 就是一個超越十二小時的工作 - 從日出 - 日出開始帶到夕陽 - 跟著太陽一起上班 - 對 差不多 - 就是對 - 朝九晚 - 大概是這樣子 - 然後回去可能還要處理 - 那個客人一天亮的那一個照片 - 影片 - 然後 - 要傳給他們嗎 - 對 你要用下來 - 然後還要修圖 - 還要幫他們修圖 - 還要上傳 - 還要上傳 - 然後之前還有就是用攝影機 - 運動攝影機 - 然後空拍機 - 然後你要做成影片 - 那檔案不一樣 - 你要重新給它合在一起 - 大概剪影片也是會到凌晨了 - 然後早上再繼續 - 這個非常斜槓 - 真是非常非常跨越的東西 - 所以說其實你要開一間店 - 這樣組成你有講過 - 就是要學什麼東西 - 你要學著自己怎麼去做業務 - 然後還要自己當小編 - 然後還要自己畫畫 - 然後對 剪影片 - 沒想到在當代開一間這個衝浪店 - 你各種能力也都要具備 - 那其實水上娛樂產業 - 是一個人與人實際接觸的一個產業 - 在競爭非常激烈的肯丁 - 李維教練是如何讓大家選擇他呢 - 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 我們即將在棚內SUP - 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 我們即將在棚內SUP -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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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關係 - 只要遇到好的教練 - 你也能玩得安全又開心 - 李維教練 - 我們今天要進行什麼活動 - 我們要進行 - 先進行SUB SKATE - 就是路上的滑板 - 路上SUP - 對 - 好啊 - 這個路上SUP就是 -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滑板 - 對 通常都會用比較長的板型 - 就是長板 - 然後一般我們大概 - 所熟知的大概都是這個技術板 - 都比較小 - 然後所以你會看到它的尺寸比較大 - 對 - 然後在上面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 比較適合剛開始初學做滑行 - 它就是它一定會有一個撐桿 - 它會有一個撐桿 - 然後我們先把它調整到大概身高的長度 - 然後我們會選擇在 - 比如說我的慣用腳是左腳在前 - 我會到這個板子的這邊 - 然後支撐住就三個點 - 然後一點上去 - 然後第二點撐住嘛 - 第二點上去 - 然後大概再轉一下 - 然後就可以慢慢地往前推 - 然後你就可以滑行了 - 有點是用手的力量把自己往前滑 - 對 差不多 - 好 那我就來第一次挑戰看看 - 這個路上SUP - 好 交給你 - 皮皮剉 - 好 剛剛教練說的就是先 - 調到自己跟身高一樣的 - 對 差不多 - 這樣算是可以嗎 - 好 這樣可以 - 然後站上去是慣用腳 - 大概在這個位置 - 在這個位置 - 在這個小鐵片後方 - 對 - 才可以抓到自己的平衡點 - 然後就上去 - 對 - 我們來第一滑滑上去 - 好 光是站上來就有一點點 - 你要維持平衡 - 對 - 好 - 有嗎 有動了嗎 - 好 大家 - 影片沒有暫停喔 - 我是真的在努力當中 -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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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練 - OK 可以啦 - 我覺得很好玩耶 - 很好玩啊 - 對 - 好 - 那好奇可以這樣回去嗎 - 可以 - 換個方向就把腳換個方向 - 這樣子 - 好像越來越順耶 - 教練 - 那就麻煩你幫我主持囉 - 我先離開囉 - 謝謝 - OK 謝謝 - 謝謝 教練 - 我覺得在玩的過程當中就是 - 好像可以控制自己全身的感覺 - 所以我覺得長久做這個運動 - 應該會對自己增加那個自信性 - 會啊 - 會 - 通常我們玩滑板會比較建議就是 - 讓學員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 - 不建議在大馬路上滑 - 那個會危險 - 最好是建議在運動公園 - 或者是溜冰場 - 類似這樣的場地 - 那教練今天還帶來了真正的SUP的板子嗎 - 好 能不能幫我們介紹一下 - 好 OK - 那我們要換到這邊了 - 好 - 那首先會先要讓你穿這個福利背心 - 那可以先請主持人先套上去 - 謝謝 - 安全第一 - 對 - 穿這個安全背心有什麼秘訣嗎 - 其實要穿合身 - 蠟鍊可以幫我把它扣起來 - 你會感覺有點緊 - 那這樣子會比較好 - 因為如果福利背心太寬鬆的時候 - 你如果真的掉到水裡的時候 - 你會發現它會離你很遠 - 是 背心自己得救了我沒有 - 對 它會在上面然後你會在下面 - 好 - 這件事情 - 我覺得 - 非常有 非常踏實 - 很踏實 - 很有安全感對不對 - 很有安全感 -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才會 - 開始要操作SUP板 - 那SUP板它其實很簡單 - 我們可以把板子腳繩拿起來 - 然後跟槳同一隻手這樣就可以了 - OK - 然後比如說像這樣子拿 - 那比如說我們要走到海邊嘛 - 要下水的時候稍微先平放一下 - 然後把腳繩把它繫上去 - 它繫在大概腳踝的位置 - 那可以先請主持人先 - 好 - OK 這樣子 - 好 OK 把它黏起來 - 然後綁緊一點 - OK 那這個朝外 - OK - 房子就是板子會離你太遠這件事情 - 對 - 然後後面這個是槳 - 這個是滑槳 - 我們剛剛有做那個路上的滑槳 - 你會發現它有點不一樣 - 就是它這個有槳面 - 然後那個沒有槳面 - 路上的板內運動 - 跟海上的板內運動 - 它有幾個重點是不一樣的 - 是 - 它的慣性跟摩擦力 - 跟浮力 - 它會不一樣 - 因為路上的板子的 - 它大概就是載具嘛 - 然後板子在海上的話 - 它會變符具 - 所以它會有不一樣的動作 - 還是要適應一下 - 對 - 那其實這個槳 - 它操作也很簡單 - 通常我們要上去的時候 - 我先做個示範好了 - 我們會先把槳 - 放在板身的前面這一段 - 為什麼要90度 - 因為這樣方便你去拿 - 如果你放成這樣子平放的話 - 你會發現我做一個動作 - 就是我要上去的時候 - 我要重新地把它 - 拿起來不方便 尷尬 - 對 - 好 我就上來了 - 然後通常都會把它放在前面 - 讓你好好的去拿它這樣子 - OK 那你可以選擇櫃座 - 那可能腳會麻 - 然後會變成高櫃 - 是 - 對 然後或者是像盤腿座 - 盤腿座這樣子 - 這樣子也可以滑 - 然後或者是像獨木舟 - 這樣子 - 或者是這樣子 - 都OK - 這樣子也可以嗎 - 這樣子也可以滑 - 我們就可以握短一點點 - 好 - 然後你會發現 - 向前滑 - 這樣子 - 向前 - 腳背記得向下一壓 - 為什麼 - 拍照會比較好看 - 腿比較長 - OK - 然後這樣子滑 - 滑 - 然後我如果要轉彎的話 - 對 - 我再把我的槳 - 桿子弄成斜一點 - 它就會轉彎 - 我要往左轉 - 我就往右邊滑 - 對 - 因為它是反向的 - 對 - 了解 - 對 - 那我接下來在示範 - 要怎麼站起來這件事情 - 好 - 我們要站起來的時候 - 我們會先觀察一下 - 就是旁邊有沒有石頭 - 水夠不夠深 - 是 - 因為水太淺的時候 - 你站起來的時候 - 可能會掉下來 - 如果先下來的是頭 - 就會很危險 - 對 -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學員 - 會把它帶到深一點的地方 - 起碼要一半 - 身高的一半 - 這樣比較安全 - 站起來也很簡單 - 就是我們講 - 可以先平放 - 然後我的一隻腳 - 平踩 - 平踩 - 然後眼睛要看平視 - 就是眼睛平視 - 不要一直看水裡面 - 還是板子的頭 - 頭這邊 - 如果你的眼睛看板頭的時候 - 你的屁股會先抬高 - 對 - 所以盡量是平視 - 平視 - 然後讓屁股最後再起來 - 這樣子 - 好 你會發現 - 我這樣子起來 - 它其實是比較穩定 - 你要記得獎要拿 - 要不然你站起來的時候沒拿 - 還要再重新一次 - 好 - 我們拿著獎 - 好 慢慢地站起來 - 大概膝蓋還是保持一點彈性 - 微彎 - 對 然後原本握這樣子 - 然後你就可以握到 - 它的這個梯子的握把 - 那滑的方式其實都一樣 - 好 - 這樣子 - 好 - 這樣子滑 - 然後我做個轉向 - 然後後退 - 後退 - 還可以倒車 - 還可以倒車 - 可以倒車 - 對 - 要不然前面會有人 - 是 - 對 轉不過去 - 你還是要退後 - 還是要退後 -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去到墾丁的話 - 我們可以再去海邊 - 打了聯亞衝浪電學道 - 這一整套的一個示範 - 對 - 好 - 那薩運今天就為了大家 - 來體驗看看 - 好 - 好 - 我即將要上去的第一件事情 - 是這個 - 將要先放好 - 將要先90度 - 對 - 然後就好像是... - 先屁股先上去 - 好 - 好 - 再慢慢地移動到前面這個提拔的位置 - 好 - 然後有一個什麼高貴不貴的姿勢 - 對 沒錯 - 然後教練剛剛說的下一步是什麼 - 好 - 下一步就把你的獎拿起來 - 好 - 好 - 然後眼看前方 - 對 - 然後就可以準備要開始滑了 - 對 - 就其實... 對 - 對 - 就像滑船一樣 - 一般地滑 - 對 - 像自由式這樣 - 然後如果我現在要往左轉的話 - 我就... - 是這樣子換邊嗎 - 通常不會繞那麼大圈 - 不需要那麼浮花 - 你只是會... - 原本這樣子嗎 - 然後只是從中間這樣子換邊 - 謝謝老師 - 謝謝 - 謝謝 - 不會繞那麼大圈 - 記得換手 - 記得換手 - 對... - 要不然你的手會打結 - 好 - 對 - 然後我現在這樣左轉了之後 - 對 - 然後接下來進行一個很困難的 - 就是我要站起來的時候 - 對 - 教練剛剛好像是這樣對不對 - 對 - 然後一隻腳平方...平彩 - 一隻腳平彩 - 然後還是看前方 - 然後眼睛看前面 - 對 - 然後現在是在海上 - 還要自己磨擬 - 然後就... - 這個時候通常李維教練會幫大家拍照的嗎 - 會 - 通常會怎麼拍 - 可是你也在海上耶 - 你不會手晃嗎 - 其實還好 - 有時候我們會站在板子上面拍 - 因為自己也要帶板子嘛 - 站在板子嘛 - 要不然坐在板子上面拍 - 或者是幫客人扶著板子 - 然後再這樣子拍 - 這樣拍 - 好 - 然後站起來的步驟其實就是這樣 - 對 - 它很簡單 - 我需要腳並起來嗎 - 建議可以站平行 - 平行 - 平行? - 對 這樣 - 對 - 你以為教練可不可以教我一個 - 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 - 就是在板子上怎麼樣的姿勢最帥 - 在板子上拍照的動作嗎 - 對 你的VIP姿勢 - 我的VIP姿勢喔 - 站起來的話 - 其實你可以把獎放在前面 - 然後它大概會這樣子的動作 - 不可能 - 好 - 全國觀眾 - 可以拍 - 導播哪一集 - 李維教練打來里亞衝浪店 - 帶給我們的招牌姿勢 - 對 - 你知道嗎 - 好看嗎 - 謝謝教練 - 對 這比較簡單 - 我覺得羞恥的我先走了 - 謝謝 謝謝李維教練 - 我自己體驗 - 我覺得這個過程非常的完整 -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很有安全感 - 對 -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去打來里亞衝浪店 - 體驗看看 - 好 我很好奇喔 - 如果說像我剛剛這樣體驗一整套 - 我覺得李維教練對我來說是非常親切了 - 如果是我跟你人與人實際接觸之後 - 我會願意再推薦我的朋友來 - 有嗎 - 通常都會回來 - 是 口碑回頭客 - 對 - 就是一定都會回來 - 因為其實在做活動 - 不管是水上活動還是其他活動 - 最怕的就是同業的那個競爭 - 對嘛 - 然後有的會採消價策略 - 好恐怖 還有其他的行銷策略 - 那當然我們就是維持一定的服務的流程 - 跟品質的話 - 其實我們不用考慮到消價這件事情 - 而且我們盡量把價錢維持在一定合理的程度上面 - 你如果價錢太便宜的話 - 後面就不會有人有興趣投入這個產業 - 對 - 就您自己的感受而言 - 你覺得在墾丁是一個適合你自己長久留下來發展的地方嗎 - 它的市場是什麼樣 - 不管是民宿業 - 是 - 做水上活動還有其他的導覽的這些其實都很盛行 - 那也很適合人居住 - 住在那邊也很舒服 - 對 通常會到恆春墾丁 - 我們通常有之前有一個稱呼就是叫肯飄 - 就是都是外地 - 北飄的肯飄嗎 - 對 - 通常來肯丁就是恆春 - 這邊生活過之後都不會想要走 - 對 會黏人 - 它有它的魅力 - 對 - 那休息一下回來 - 來自故鄉東河的智友 - 即將來到現場 - 跟我們分享達拉利亞的創業故事 - 請 - 每個人的生活中都需要一位 - 互相打氣彼此鼓勵的好麻吉 - 李維教練就擁有這樣一位一起追夢的兄弟 - 讓我們歡迎來自故鄉東河的智友 - 朱正富先生 - 歡迎 - 請跟觀眾朋友打線招呼 - 大家好我叫阿富 - 我是北南族的 - 那北南族語的話我叫 - 佛拉喬馬發流 - 對 - 歡迎 - 我們知道其實兩位的關係 - 可以說是亦師亦友 - 對不對 - 我們阿富教練其實是您的 - 算是水上活動的前輩 - 那阿富教練本身 - 其實在我們東河鄉經營了多久的時間 - 經營了差不多15年左右 - 15年 - 對 今年第15年 - 15年前的東河鄉 - 水上活動的創業環境 -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 那時候幾乎沒什麼人 - 那在早期的話東河海域 - 那我所知道一些有衝浪的話 - 大部分都是一些外籍的英文老師 - 來教英文的 - 外籍的一些服務員 - 那本地人幾乎很少 - 可能十個都不到吧 - 是 - 對 在15年前的話 - 以本地人在衝浪的話 - 可能非常少 - 那不要講說產業 - 產業來講可能幾乎是沒有 - 對 - 其實我們阿富教練非常的優秀 - 不僅是這個創業15年的時間 - 在東河可以說是第一人 - 而且其實我們每年也會舉辦一個 - 在加熱水那邊有舉辦SUP的活動嗎- 對 -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 在每年的四月中都會有辦一個 - 就SUP的衝浪賽 - 那目前也是這個就我在辦吧- 對 - 對 - 肯丁的話就是在加熱水- 對 - 也有辦一場比賽- 對 - 然後還有結其他的小活動- 國際衝浪賽裡面做一些衝浪 - 教育推廣的一些活動- 對 - 阿富教練自己在國際交流的時候 - 認為我們台灣的這個衝浪市場 - 跟別人比有什麼不一樣的優勢- 如果說在亞洲區來講 - 我們應該算台東的浪的話是最大的優勢- 我們的自然- 對 - 自然之源就是這麼漂亮- 然後有浪這麼的好- 這麼的美- 對 - 基本上吸引很多的國家- 都會來台東來朝聖- 對 - 是 當初看到我們李維教練的時候- 第一印象是什麼嗎- 這感覺好像我們- 氣揚手牽手的感覺- 對 - 還記得當初是什麼- 對 - 你一向李維教練的嗎- 沒有啦- 當時那時候他還在海巡- 海巡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對 - 基本上我們對SUP也是在十年前- 對 算是比較興趣- 因進去而認識- 對 - 對 就算是比較少人去玩這項運動- 對 - 對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們也是在- 在那個SPA的- 對 - Tony那邊認識- Tony哥那邊- 對 - 他也是很棒的一個老前輩- 您尊稱他前輩嗎- 還有一個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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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 很純淡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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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同樣玩SUP- 然後也喜歡海邊- 所以我們就- 對- 是- 在一起- 而且又- 知道他是台東東河的人- 我們就- 喔- 港鄉的- 對- 同鄉的- 對- 同鄉的- 對- 那相信在李維教練- 創業的過程當中- 您是一直在旁邊- 不管是鼓勵他- 或是建議他- 你覺得側面觀察- 我們李維教練- 在創業的過程中- 擁有什麼樣的性格- 她有一種阿美族戰士的那種- 真的嗎- 阿美族戰士的那種- 真的嗎- 對- 對- 很純淡的- 對- 很純淡的- 對- 對 - 怎麼說- 感覺看起來溫柔溫柔的- 只是她內心裡面是- 對她對她的事業阿- 對她的- 對她的- 對SUP或衝浪來講- 她都有她的企圖- 企圖已經存在- 對- 那她也懂得分享- 不是只有單獨自己好- 而是你要把你所會的阿- 跟更多人去分享- 所以我們當初就會- 也鼓勵他- 走向學校阿- 去做一些- 教育推廣阿- 房地支就業也好- 後來我們先說- 怎麼說- 感覺看起來溫柔溫柔的- 對- 感覺看起來溫柔溫柔的- 只是她內心裡面是- 對她對她的事業阿- 對她的事業阿- 對她 - 先不要講說你要玩運動嘛- 先從房地支就- 然後才開始到其他的運動裡面- 到SUP 到衝浪這樣子- 對- 其實是不是從- 阿富教練身上- 學到了很多的知識- 而且包括是- 海洋環境的議題- 也有從阿富教練身上- 學到- 這幾年在做推廣的時候- 特別會關注的是什麼樣的議題- 海洋環境保育吧- 就是有關海肺的部分- 是比較在意的- 因為在整個台灣- - 四周都領海嘛- 然後你在海邊的時候- 都會看到有一些- 廢棄物- 或海- 就簡稱海肺就好了- 那對海洋生態- 造成很大的- 危害- 對- 然後可能會去- 去淨灘啊- 什麼的- 就是比如說- 像我們要下水前- 做個舉手之勞- 可能路上- 可能沙灘上- 有吸管什麼的- 大概就可以先處理一下- 去年也有辦一場- 淨灘在-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 到橫村那邊的後灣- 然後就辦了兩天的- 那個淨灘活動- 那個時候是- 跟肯管處申請淨灘- 然後- 就是邀請- 橫村的居民- 就是來- 先做淨灘- 然後再免費的體驗- SUP- 這樣子- 公益的活動- 對啊 對- 對- 我覺得不管是- 對阿美族人- 或悲難族人來說- 海岸算是最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這樣- 那想當然而- 其實就是- 去年來的- 海岸算是最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這樣- 那想當然而- 其實就是- 去年來的- 海岸算是最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 其實肯丁他作為一個- 非常熱門的創業熱區- 其實在東河有不一樣的- 經營模式嗎- 那在東河來講- 它屬於一個- 慢經濟的一種概念- 因為他- 不像肯丁這麼多人- 然後基本上那邊也有- 不同的美- 那我們只好拿出- 我們- 對- 最自然的人的- 美的這個概念- 去帶學生- 然後去教育- 對- 讓別人可以- 因為我們- 對- 這個教練- 夠專業- 是- 然後夠- 夠- - 對- 夠好玩- 對- 夠放鬆- 然後特地來找你- 對- 是不同的-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可能現在- 肯丁也比較- 人比較多吧- 還是有一些族群- 比較想要- 一些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對啦- 確實- 確實- 對- 對- 那我們就- 就是- 就是做- 我們自己想做的- 這樣- 對- 李維教練- 有沒有從這個- 阿富哥的- 創業過程當中- 學習到一些經驗- 然後放在我們- 去海邊- 達拉里亞這個品牌裡- 有啊- 還是- 照他走過的- 這樣- 對 - 從他的腳步- 來繼續走- 走出一條- 自己心的- 走出一條- 自己心的- 走到這個15年之後- 再看他後來- 又怎麼走的- 抱歉他有走過啦- 後面走的人- 比較快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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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真的- 兩個人啊- 個性- 感情- 都這麼的好- 會不會- 兩個人一起聊天- 三句不離本行- 我們又在- 每次吃飯聊天- 就會聊到這個- 我們如何- 推廣水上活動- 會嗎- 會啦- 差不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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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 對啦- 肯定的- 生態是怎樣- 現在SUP的生態是怎樣- 台東的生態是怎樣- 其實我們還是會- 會聊啊- 肯定的- 哇- 這- 這麼賺錢- 台東- 欸- 我過得這麼舒服- 賺錢沒賺得那麼多- 但是有些- 生活品質我覺得- 就不用像他那樣- 只要做24個小時的工作- 對- 也是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對 當然- 也必須要有所取捨啦- 那我比較屬於- 對- 就喜歡- 有就圓 - 對- 你說真的要- 賺這麼多錢- 就要勢必要- 更加的努力- 嗯- 我覺得兩位都作為- 非常優秀的- 這個- 原名創業家- 在海邊- 應該是- 呃- 不是那麼孤單的- 因為剛好- 我們可以互相的- 彼此鼓勵這樣子- 那很好奇- 就是說- 呃- 特別是旺季的時候- 李唯教練- 我們如果- 教練不夠的情況下- 通常會找誰來幫忙- 就找- 呃- 有合格的- SUP的- 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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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練証的- 教練來幫忙- 那- 因為目前都還有再持續做- 教育推廣- 包含協助- 學員他們考證照- 這件事情- 可能恆村這邊- 譬如說我課很多- 因為我都是採預約制的- 我臨時的客人比較少- 那有預約- 我就可以先找- 教練來- 配合- 就是一個個案子來- 接單- 那我可能固定有- 五個到八個- 教練會去做詢問- 然后这一堂课 就让这个教练来上 如果我没有办法自己带的话 就大概是这样子配合的方式 有找过我们阿夫哥来帮忙吗 他课多了 请胆下帮我 他把重经理聘 他已经是顾问等级了 不会随便支配顾问来帮我下海 我可以去当他的教练 有吗 曾经有过吗 目前还没有 有没有帮忙过 太远了 太远了 要找旧兵找附近的就好 对 找附近的 这个成本的部分 如果真的不行 接不到真的你没有能耐 去接这么多的人支出的话 那就干脆就选择就不要 对 对 也对啦 因为你必须要所谓的随意安全 要有一定的配比 要有一定的配比 所以你一个教练要配多少 开放性随意 平均随意 你要配多少的教练 如果真的是真的没办法 就不要为了那个钱的问题 对 你应该是以安全为主 两位这都是你们的核心理念 对不对 就是安全第一 安全是第一 对 让活动 对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如果出了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在 在网络那么发达 快就被放大 你那一家的 你那一家的 对啊 相对对自己的店家有所的一些 名誉有点所 成本太高了 没错 对 对 会赔上口碑 没错 那我觉得阿富哥 一直在我们李维教练身边 最主要当然是好麻吉 但是也一路看着他创业 其实在一路过程当中 当然给他许多的建议 但今天有没有特别什么话 想要祝福他或是鼓励他 那在这边 当然是希望他能够 对他的事业 然后能够越来越专进 然后他又想要比赛 那也希望他 对啊 他的身份要扮演很多 又想要当比赛的运动员 对 对 然后要把工作要做好 其实是很累的 对 有时候就是 偶尔让自己喘口呼吸停一下 然后对 再起步 我觉得都是好事 对 不是一直只有冲刺 对 对 还有分享 对 感谢阿富教练的祝福 相信李维教练 事业目标也可以在 您的陪伴以及辅助之下 慢慢的达成 非常喜爱水上活动的 李维教练呢 今天也为我们挑选了一首 创业新进之歌 是哪一首歌呢 我们回来马上欣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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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獨自走到了東海岸 徜徉在海邊享受大自然的氣息 忘卻所有的泛有心情 煩得好好洗手 鱼鵝在天上飄到鱼鵝在空中 飛鱼鵝在水裡有 以為在冰海冷天 悠悠自在了我 好滿足此刻的擁有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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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海洋,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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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海洋,阿嬤,阿嬤,阿嬤 以為教練能不能跟我們分享 选择海洋的原因 就是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其实海洋它很亲近 对 就是可能去哪里都会碰碰到它 那也希望大家采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去看待海洋这件事情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李维教练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 有没有想要特别感谢哪些贵人 应该是 Tony哥吧 就是哪一个在竹南SPART俱乐部 就是我们当初在认识的那个 阿富他讲的那个老大哥 前辈 对 当然一路上走来 很多人都会给予我一些协助 很多 其实很多 可能都讲不完 可能要讲好几天 对 不过就是都感受在心里 是 对 都记在心里 只要有时间就会电话联络一下 大概问候一下 李维教练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人帮助他 但是其实身边一直都默默有一位很重要的心灵支柱 就是女朋友瑶瑶 对 两个人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 听说是一段跟阿富教练有关的故事 有 没错 所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应该找到当公正人 对 没有他们当初认识的时候 刚好是在办比赛的前两天吧 就是整个会场里面准备要做一些 要除草 要整理 要砍树 要把整个比赛的会场都要把它设定好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 瑶瑶也来 然后李维也来 对 然后我的车子后面就放了很多的 隔草机 镰刀 还有柴刀 对 满满的武器 他就打开车这样 然后让瑶瑶去挑一把 对 你来挑一把 对 他就挑了一把镰刀 当初我就叫他怎么去砍那个树 这样子会俐落一点 结果李维那时候他扮演的 并不是拿刀的那一位 他是在那边帮忙剪叶子 剪树枝 剪树枝 对 你们那时候聊了什么 其实也没有聊什么 就是刚开始就是先 问一下对方的名字这样子 还是保持礼貌了 你怎么会那么会砍 可以笑我 我就很乖的 很乖的在旁边就是默默 先把砍下来的一些树枝什么的 都先处理完这样子 从砍草的那一刻到现在 其实瑶瑶算是你最重要的心灵支柱吗 对 对 在低潮的时候都是 基本上是他陪伴你度过 对 就是淡季的时候 不过现在还好 我们现在有的忙了 就是开始做民宿之后 比较有的忙 这样子 两个人还是互相扶持 对 对 其实李维教练的女朋友瑶瑶呢 有一段话想要对李维教练说 我们来听听看她想说些什么 对 就是我想要跟你说 未来的路 不管再怎样辛苦的话 就是我们还是会 就是一起想办法度过 然后让我们自己变更好 对 然后我们继续加油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瑶瑶说 蛮互相帮忙的 对 对 我觉得两个人彼此在一起 就是需要很大的包容跟默契 彼此支持下去 对 那相信去海边 达莱里亚冲浪店 不会只停留在现在这个位置 像浪一样一波再起 一波又起这样 那其实今天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品项 想要跟我们分享 在未来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想要达到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们桌上这一个是我自己 前年首销的一块路上的滑板 它是路上的长板 今年四月的时候 SUP冲浪赛的时候 有去那边就是给大家做体验这样子 就摆在现场 就让民众上去玩玩它 这个是雏形 这是最基本的样式 那之后如果有做成品出来的话 可能还会有另外不同的样式的成品出来 需要自制滑板要什么样的设备跟能力 要就是硬件的部分 你要取得一些木材 机具 然后软件的部分可能就是设计跟行销 大概就分成这两个部分来进行 那我目前都还在准备 包含就是木头的 木材的取得 我现在是在恒春的德河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有致力于哪一个银河欢 就是银河欢它是外来种 然后整个恒春半岛 包含台湾有很多被银河欢这个树种 所侵害的原生的植物 我们就是在把银河欢做铲除 然后再利用 那它的料件还不错 就是以木材的料件来说的话 可能之后都会用银河欢来做 就是做滑板或冲浪板的木材 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李维教练的梦想 那我们阿富教练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当然是能够在台东 自己的生长的地方 就把自己所惠的 然后觉得 重浪也好 SUP也好 或者是教育部落的小孩 对于水域的安全 对 对于水域的概念 对 因为基本上很多 部落的小孩其实都缺乏了 就像以前刚才李维教练所讲 很多时候把你丢下去就会了 就会游泳了 其实那观念要慢慢再导正一下 对 它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的 一些模式 你要从你跟清水开始开始 爱玩水开始 然后开始认识水域 认识离岸流 认识很多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 目前想要在一个小小梦想 能够让大家台东的小孩子都认识 这些运动 事业有成之后 其实最想做的事情是回馈部落 对 然后一方面也是自己也 希望自己能够办 因为我自己在办比赛 那当然也希望能够 朝向可以办 国际赛事的目标走 一定要达到 对 对 我想要可以在自己的土地 办一个国际赛事 是一个 对 是一个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也想要去挑战 也想试看看训练自己 祝福阿富教练可以马上达成这个目标 努力 努力 我觉得今天节目到几乎是尾声 想要问李维教练一个问题 最刚开始你经常定义自己 创业不成功 可是现在回首 你还是认为创业是不成功的吗 成功 成不成功 其实不用靠自己 自己不用想太多 别人会自己去定义你 是 对 有没有想要给 想加入这一行的 原民青年一些建议 建议有 不一定是原住民的青年 包含一般的 现在有 就是 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 其实都很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你千万不要停止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任何的东西 你都要保持一种 的 热忱 兴趣 来一直去不断的重新学习 包含新的事物 也是 包含面对新的人 也是都要学习 这样子 所以不要停止学习 很重要 节目最后感谢两位 谢谢李维教练和阿富教练 和我们分享去海边的创业故事 谢谢 李维教练非常谦虚地认为 自己创业不成功 但我们今天一路听下来 其实可以发现 拥有坚持的性格 其实李维教练的创业之路 就像是漂浮在汪洋大海中 仍然无惧 一次次站上浮板的阿美族青年 希望今天的创业故事 对您有所启发 处理CEO 我们下周再一起创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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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力 很精力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这个模板 这是… 这是事实 是 不要 ennes 你 帮助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